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直打的话 你不还省 打到剩最后一滴血就晕了 这是983的一个晕的规则 来看火球树下一个角色吧 就因为拳王亲王中间使用了一个小小的套路 火球树没有看出来 就这么被废了 现在看火球树的半次两 半次两先中拳确认 接着宝七 宝七又给猴子转转转了 转起来接凤凰角 火球树的明天在哪里 青椒点一个鸡 还想再来一个穿刺 其实猴子还想再来一个连环套路 他想多了 半次两终于开始了 欧了欧了 如果火球树这一套不失误 肯定是一套带走 因为半次两伤害贼狗 飞翔角接一个生龙砍刀手 一套带走了 很轻松的一套带走 感觉就没有使多大的力 也没有打更多的连招 第三个回合拳王亲王的利安娜 利安娜扔能量耳环 半次两暴击又准备开始欧了欧了 希望亲王亲王不被他欧了的 打币炸 好 火球树起身直接被责 手刀取消差 哦 不一套带走 其实利安娜刚才可以将其一套带走 半次两砍刀手也没有用 火球树还是被带走 利安娜看火球树最后一个布置活物 这也是火球树的一大主力 利安娜许久 好 他直接爆气 利安娜涡旋发射 后撤爆气 涡旋发射 空中大V 火球树空中交响反 交响反又被逮到了 身角点C头C头点大V 火球树该怎么办 火球树不止后爆气 也抓不到什么机会 这就很难受 利安娜也爆气 好 利安娜应该是没了 超必杀忍风 飞一下子 双超必杀忍风 落地再飞 战C空头 空头接一个战C 射 双超来到第五个回合 今天都火力全开 节奏很快 看前往前往的八神出马 第五个回合 八神怎么样啊 这局 八神 好 有一颗七代神 先给一个底波 火球树一直在跳 八神升龙对口给个底波 火球树现在也不敢再跳了吧 你跳我就给鬼烧 但是这个跳啊 八神的鬼烧是打不到的 这就很微妙 这个距离 给了八神爆气 机会来了 千云一接超杀 上了 火球树肯定交出想法 火球树今天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这对他甚至不利 八神八只女接你下 接得很好 好 可以花千云接八只女手 八只女都用不到了 火球树 还是没了 看第二局 第二局全用千云王用哈维D手发 今天火球树可以看出来 他手感不是太好 哈维D 再找机会 火球树先来一套 这局帽子手感又好起来了 撞 连到腿 空中CD连到腿 空中接个比杀技 漂亮 666 接下来再次吸一个必杀 666 好的 马上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千云亲王的下个角色 千云亲王压力很大呀 这局看他的柴州 先来地坡 再来一次 OCD接个抓 抓的角落小跳 中段都没有中 中都还是被踢中段了 三段烈火掌接大蛇剔 好 机会来了 骗过了对手的后抓 再来三段烈火掌接大蛇剔 空中来一个烈火掌三段没了 好 接着看下一局 火球树下一个人 全王亲王还是求稳 按火球树的包子 开场就被生龙 柴州呢 被盗生龙最怼到了 一脚来个波 拉开距离 柴州红 盗生龙又来 看柴州后续怎么打 柴州先来个地坡 跳青碎抢攻 清水中手烈火掌开烧 三段烈火掌大射地 空中打一拳之后啊 也是他完全可以将包子一套袋子 可是空中应该是打出错招了 空中想接C的 接了一个跳C 哦 中手烈火掌 这一只出波也不是办法 但是包子的压制力也是蛮强的 火球树仅剩一个角色了 有力 先用雷晃拳将写撂倒 C头一个大波 C的生龙旋敷队 飞翔拳 空中来波声音滴血了 拳永亲王 他又直开烈火掌 有力交强反强反也被废了 太惨了这有力 C的 哦 柴州还是没稳住啊 最后 他想一股做气干掉有力 可以看猪啊 比较急切啊 心态 来看拳永亲王的洛奇 有力先爆气 洛奇旋风队 有力轻腿旋风队 洛奇呢 哎 小天被踢 下方攻击 中拳出击 旋风队走了 C的 接抓 接操 B3666 火球树血量不多 洛奇 只有这个转腿 一战定乾坤 逼分2比0 结束战斗